接下来学测走一这一笔 它是一个空间中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刚刚其实从软体里面 空间中给三点 一样算角度对电脑走很容易 是因为它其实把它坐标化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坐标化之后 我们要算它的角度也非常简单 因为在直爪坐标里面内积非常好算 内积非常好算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设的 边场为六 那就是往前 先把这个X 往这里叫做Y 这里叫做Z SYZ 那接着我们要看 要看那个DAV 所以我们要找这个DA向量 AD向量跟AD向量 那方向不能够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A、B向量 A、B向量是怎样呢 它是 它没有前后动 它只有左右跟上下 所以它是往右六个 往下一个 那AD呢 它只有往后退 然后没有左右动 它就在往下一个 刚刚有一个细节也没有讲到 就是说边场为什么要设六 就是因为 1比2 跟这个终点 1比1 所以二分级跟三分级的关系 所以我设六的时候 好处就在两个 好处就是说这里就是两个 这里就是四格 这里是两格 这里是六格 这里也是三格 那一旦坐标化之后 内积就非常简单的 对 就是Posite-Sita等于 内积除长度 长度 它就等了 这个长度也很好算 内积刚好是 这前面都不见 就要负一层负一层 所以这样就算出来是37分之一 所以从这里面 你要感受到 建立坐标 建立坐标的概念 建立坐标之后 好的坐标 就会让你计算非常简单 这是很重要的观点 如果你有好的坐标 你的计算就非常简单